2023年以来,市场情绪跌当起伏,截至4月11日,澳洲ASX200指数仅上涨5.24%,而有一只优质企业股表现出高度的稳定与抗跌,同期涨幅超20%。 今天,就带大家了解澳洲听力保健龙头企业科利尔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科利尔是植入式听力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,世界上最大的人工耳窝研发和生产制造商。 公司业务可划分为三大板块。 人工耳窝部门提供人工耳窝系统,服务部门提供声音处理器升级、配件和其他服务, 声学部门提供鼓传导系统和声音处理器升级,全球销售额超16亿澳元。 根据二三年财年半年报,科利尔销售收入之所以增长9%,达到8.926亿澳元。 主要得益于旗下人工耳窝和升学植入设备收入的强劲增长。 其中,科利尔人工耳窝销售同比增长14%,升学部门销售同比增长14%.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,全球有16亿人有听力困扰。 其中超6000万人正经历中重度级别以上的听力丧失,而他们之中却只有5%能够受益于植入式听力解决方案。 目前,科利尔占有全球人工耳窝市场超60%的份额,是该领域的绝对大玩家。 在科利尔丰富的产品组合中,有多条产品线是通过收购而来。 2023年,科利尔将以1.7亿澳元收购丹麦听力保健巨头戴蒙特集团旗下的听觉植入业务Odicon Medical,进一步巩固行业地位。 科利尔以其强有力的财务数据,证明了自身是一家长期优质公司。 它拥有成熟的产品线,清晰的目标客群和一致的市场策略。 回顾公司1996年以来的长期表现,无论是产品销售数量、收入还是净利润及分红都未曾令投资者失望。 即使在今年较为动荡的市场中,仍表现出令人满意的回报率以及抗市场情绪扰动的稳定性。 如果2023年市场上有银行危机、加息或者经济衰退等扰动因素,反而会为投资者带来优质企业的合适入场机会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3-8658-0602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、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